哦,什么消息? 江星火对于朱高岁的态度有些奇怪,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如果是永乐帝让他告诉自己的消息,那么他不会让自己来发问。 而且关于太祖纪日一事,从谢敬以后,不论是纪刚还是老和尚,两条情报线都没得到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为什么朱高岁会突然拿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这是朱高岁私下卖给自己的消息,我手下有几个眼线,是去年从牢里捞出来的玉石,那里都不干净,而我捏着他们的要害,这次其中有一个人跟谢敬一样,被找上了,但他跟其他玉石不一样,表面看起来骨梗中直极了,也是同样的单线联系。 江星火问道,嗯,朱高岁点了点头道,按理说只能查到一个人,但他偶然间从同乡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消息,所以现在有明确的线索,指向某位尚书一级的文官不见得与建文余孽同流合污,但目的一定是一致的。 见朱高岁不肯说名字,江星火也知道了他的用意,不知道三皇子殿下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这很反常,江星火稍一动脑,就知道朱高岁一定是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一些只有自己能给他,而又偏偏需要背这永乐地的东西。 朱高岁狡黠地笑了笑,国师,这次我可帮了你大忙,你总不能就给点小安小会吧。 江星火也跟着笑了起来,好啊,你想当太子,别别别。 朱高岁闻言连忙摆手,国师别开玩笑,我又不傻,我要是真想当太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江星火心中一动,不想当太子,想干嘛? 朱高岁继续道,国师应该比其他人都看得清楚,我是老三,上面大哥能闻,二哥能舞。 我只能干点听墙角的活迹,即便是所谓血浓于水,父皇在偏爱,也终究不会立我做储君。 更何况,我的性格,能力等诸多方面,也实在是没那个本事。 但是呢? 朱高岁继续道,不管将来谁当太子,谁又能最后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是父皇的儿子,父皇能放心用我,可我这两个哥哥是不会让弟弟掌管情报的。 我这一肚子秘密,至于结局怎样,我自己都无法保证。 你想要全身而退。 江星火已经隐约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不仅是全身而退,我想当藩王,还不是没兵没权的藩王。 朱高岁的语气变得坚决了起来,以前我知道这很难,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渺茫,毕竟薛帆是大势所趋,可我实在不甘心当一个没有权力的太平王爷,这不是我贪婪。 但国师让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我有了新的选择。 江星火终于知道朱高岁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了。 你想去海外,找一处可以独立统治,传之子嗣的自由王国,可是为什么现在才说? 朱高岁的回答非常诚实,以前我觉得国师在吹牛,实现不了,但变法到了这个阶段,海外风帆不是美影的事了,只要海外贸易有利益,海外的殖民地将始终是大明体系内的一部分, 而这些远离中原的殖民地需要藩王代替大明来统治。 海外的条件很差,可天高皇帝远,江星火的神情忽然冷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 陛下许了你风帆的条件,让你来试探我。 朱高岁放下了手中的三彩天网友,叹了口气,国师,你还是不明白。 我确实不明白,这种事情是陛下最后做决定的,你想要的,只需要向陛下要即可,找我问,让我帮你,又有什么用。 江星火看着他问道,因为陛下不会让我离开,原因你讲过的,窝寇分吟,我们都是这一环上的,谁都不能走。 朱高岁的神情有些苦涩,父皇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他的权利,他其中二哥,是因为只有二哥能制衡大哥,不威胁到他的权利。 他重用我探查着所有人的秘密,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比纪刚出色,也不是因为父皇更喜欢我,而是这样才能让大哥和二哥都对他俯首贴耳。 朱高岁的反常让江星火警觉了起来,江星火与他并无太深的交情,为什么对方会跟自己说这种狠犯忌讳的话? 还有一个人呢? 江星火问道, 瞻鸡。 朱高岁肯定地说道,等瞻鸡长大了,他一定会得到父皇的喜爱,也一定会钳制着我们这些叔叔,直到父皇驾崩,这个互相钳制的局面彻底失衡,到时候就是各凭本事了。 到底是为什么? 朱高岁当然清楚江星火问的是什么,是在问今天他为什么一反常态,跟江星火吐露了这么多心里话, 这是让江星火极为疑惑的,如果不解释清楚,恐怕江星火会拒绝跟他的交易。 二哥昨晚邀请我喝酒,喝到鸣鼎大醉的时候,我吐出了心里的疑惑,问他为什么从诏狱里出来,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二哥告诉我,是因为他遇到了国师你,国师你能预测未来,告诉了他一个他无法接受的未来,所以他必须要改变。 二哥没告诉我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我很清楚,我的结局一定也不好,我不再预测未来了。 江星火说道,朱高岁点了点头道,我知道,称国公那件事很让国师你心里不舒服。 江星火没有解释,既然对方是这么想的,那道也不妨顺水推舟。 实际上,是因为随着他这个穿越者的蝴蝶翅膀来回山洞,卷起的风暴越来越大,已经将历史线改到到了另一个方向,他已经无法预测被自己干扰后的未来。 而未来历史线上的人物和事件出现什么幅度的偏差,江星火都不会意外了。 你也说了你是这一环上的,不能走。 我不是不可替代的,季刚可以替代我。 随后,朱高岁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了江星火。 朱高岁再次诚恳地说道,国师,纸条路吧。 江星火看了看上面的名字,终于开口道, 安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要画到大明治下,成立第十五个不正史丝交纸不正史丝, 而安南其余的国土会交给陈天平重建陈朝进行傀儡统治,朝鲜会全部吞并, 效仿元朝建立中东行省,成立第十六个不正史丝高丽不正史丝。 日本会割走几片地方后彻底肢解,但日本的人口实在太多, 需要潜移默化的削弱,在未来一定是以挑拨日本驻藩不断厮杀为主, 无法建立不正史丝。 吕宋和天竺是以藩王分封形式统治, 吕宋短时间内就能拿下来,天竺要慢慢打, 而且天竺会直面北部天木尔帝国的压力,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大明决心打天竺, 天木尔帝国不会放任不管。 国师,帮我脱身,不管用什么方法, 说服父皇,让季刚代替我。 朱高岁开出了他的架码, 作为交换的条件,除了今天的情报, 我日后会无偿,及时地给你提供三个只有我知道的关键情报。 这番话说出来,江星火久久没有回应, 他陷入了沉思中, 这件事他一时半会儿很难做决断, 朱高岁也没打扰,耐心等待。 两久,江星火看着一心响润的朱高岁, 缓慢地开口,你可想清楚了。 背着陛下做交易, 这件事一旦暴露, 我不见得如何, 最多就是了死, 但你可能会失去陛下的信任。 这话听起来很违和, 但要是从江星火嘴里说出来, 朱高岁却觉得太正常不过了。 我早就想清楚了, 我不可能做一辈子脏活, 秘密知道太多,会死的。 毕竟,只有死人才能最好地保守住秘密。 江星火点点头, 既然朱高岁主意已定, 他也就懒得劝说什么。 毕竟朱高岁是朱家的皇子, 虽然大家都是好用就被往死里用, 但永乐帝再怎么也不会杀他, 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的情况无非就是朱高岁被永乐帝用着太顺手, 知道的秘密又太多, 自己在给自己谋后路。 江星火沉没了片刻, 我会试着帮你去海外风帆建国。 有国师这句话就足够了, 朱高岁如是重负。 随后他似是想起了什么, 又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张纸条, 说道,父皇还有个问题要问国师, 关于如何让甘肃的城池和堡垒 更好的防御火炮和火药。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百度。 这个问题有点突兀, 江星火一时也没想好, 于是收下了纸条, 打算等以后有思路了再回答永乐帝。 朱高岁带着三色天网永离去了, 等李增之进来, 这时候江星火忽然对他说道, 对了, 还有两件事需要你来做。 江星火看着台下正在拍卖三彩瓶的热闹场景, 吩咐道, 第一件事, 让跟金川乐俊一起来的那个日本商人肥复出点血, 今天最后一件拍卖品, 改成一万十七货大米折扣券, 要七折, 一共五张。 江星火的语气是命令而不是商量, 李增之掂量了一下, 倒也没说什么, 这就是吸引大名商人前往日本, 进行明日非武装自由贸易区的手段, 肥复应该是能拎得轻的, 毕竟他受足利益满的委托, 如今已经是第二次来大名了, 对于自由贸易到底有多少的利差, 他应该心智肚明, 眼前吃亏是暂时的。 第二件事, 把刚才那个刘富春再叫过来, 方才三皇子与我说了些消息, 那寻瞻看着倒像是有贪心的。 江星火没有明说, 但李增之马上瞄懂, 人有贪心就会上套, 这是要拿这期货大米设个计策把它套进去, 毕竟李增之也知道, 这里面网警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而寻瞻是他的得力干将, 如今貌貌然闯了进来, 却是自投罗网。 李增之去办这两件事了, 刘富春倒是没有什么反对, 他也想借此坑寻瞻一把, 而出乎江星火意料的是, 日本商人肥富倒是亲自来拜访。 怎么? 江星火看着他, 难道在日本做的这般大的商人, 竟然连这点亏都不愿意吃吗? 国师大人, 我在家五张, 一共十张。 肥富乐呵呵地放自己的血, 然后舔着脸问道, 以后日本的大米, 能不能都递价卖给大明啊? 日本有这么多的大米吗? 日本的人口也很多吧。 江星火不过是想投石问路, 借着日本大米海运, 来迂回验证一下, 以后大明边军的军粮, 从南方海运的商业可行性, 用以变革开中法, 并不是真的想从日本进口大米, 毕竟大明是不可能依靠日本供应边军军粮的, 这与价格无关。 然而, 肥富作为商人的无耻, 马上打破了江星火的认知底线。 有, 有很多,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都是食草的, 可以不吃大米, 可以都卖给大明, 只要能赚钱, 卖什么都行。 江星火, 再有就是。 肥富见江星火没有明确反对, 借着杆子往上爬, 又说道, 松江年, 我知道您交给金川军在日本代理出售, 这个我不碰, 但其他的贸易货品, 譬如扬州茶或者杭州茶之类的, 国师大人是否可以交给我呢? 我保证会帮国师大人在日本做事的, 如果国师大人需要, 您的一份我每年也会准时送达。 肥田军, 我不需要钱, 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但是我确实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江星火招来他, 富尔说了一番, 非是庞的, 却是江星火打算改军粮, 由曹运为海运, 如果一旦触碰到了相关的利益集团, 那么或许会有阻碍, 不见得是耿着脖子, 敢破坏永乐地的大忌, 但在改制之初, 如果能从日本、朝鲜这边进口大量粮食直接囤到北部防线有备无患, 便不与海运知识行不通了, 毕竟大米这东西放着几年也不会坏。 伴随着两人的交谈, 楼下第一日拍卖会的最后一幕压台戏也上演了。 女主持人看着手心里被临时替换掉的纸卡, 念道, 最后一件拍卖品, 十张一万十日本大米期货折扣券, 期货价格为二百文, 折扣为七折。 这个折扣念出来的瞬间, 让所有人都为之眼热。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现在明日双方的物价, 否则可能会难以理解。 现在是明出目前一两银子, 根据不同地区的比价, 大概能对换一千二百杠一千三百文左右的铜钱, 而一袋米明袋一袋约等于基一百八十四十斤, 在大明价格大约是二百四十杠二百五十文, 也就是约0.2两银子, 而米价的这个比例, 在江星火的前世, 会随着有明一朝的白银镜流入而不断上涨。 等到了明末崇祯初年的时候, 南京的米价就会变成每十米大约一千四百文, 也就是一两银子左右, 通货膨胀可见一斑。 而目前大明的米价是二百四十杠二百五十文, 日本的期货米价是二百文, 日本这个出口价格肯定是有的赚, 是九成收十成出, 日本市面上目前实际米价大概在一百八十文左右。 事实上, 哪怕是正常贸易, 从日本购买大米运回国内, 目前都是有的赚的, 更何况直接来了个限量共十万单的七折大米。 一百四十文买回来, 二百四十文卖出去, 这简直就是血赚好吗? 当然了,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商人们还是有顾虑的。 毕竟如今虽然有风声, 可是大明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自由贸易关系, 而商人们手里的砍价小刀虽然是买货品附赠的, 但也要考虑其本身能兑换的价值。 究竟是先搞两张七折七货大米兑换券, 还是用来砍别的东西? 这里面就需要仔细衡量了。 毕竟庙堂上的事情谁都说不准, 朝廷最后怎么决定, 恐怕没人知道, 这也就意味着七货大米的兑换券是有可能兑换不到食物的。 而且日本是岛国,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从日本运送大米来大明, 也是一项有风险的事情, 中途说不好就被打劫了。 女主持人又继续介绍起了这些折扣券, 这十张七货大米折扣券是由日本京都最大的米商, 来自博多港的肥富会长所提供的, 相信诸位应该听过他的名字, 所以请诸位踊跃参与吧。 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 肥富倒还真不是个无名之辈, 他在几年前就代表足利一满, 随时团来过南京, 当时建文帝对明日贸易没有反对态度, 因此肥富与很多大明的商人都有过交易。 所以听到是肥富提供的, 现场的气氛倒是稍微热烈了起来, 很多人开始迫切希望拥有一张这样的期货大米折扣券。 博多港? 这是哪里? 坐在后面的寻瞻, 好奇地问旁边刚刚回来的荆州商人道, 博多港这个地方是日本浅隋史、浅唐史、浅新罗史等的出航地, 听说连仓幕府时代为日本与宋人贸易的据点, 贸易特别繁荣。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 理所当然的, 在这个时代也成为了与大明的走私商的主要贸易地。 所以, 但凡是粘过与日本私下贸易的大明商人, 都对肥富有所耳闻, 对其数十年积累下来的信誉也比较信任。 听完荆州商人的介绍, 寻瞻也是暗自扎蛇。 他现在才明白这次拍卖会竟然是日本最大的商人之一来举办的, 而这么看来, 这次拍卖会绝对是近些年最盛大的一次了, 毕竟连大明的这么多皇亲国妻都亲自来捧场。 寻大人打算拍吗? 荆州商人与前排的刘复春交换了一个眼色, 见他若有所思, 于是问道, 寻瞻局促地摆了摆手, 算了, 没什么兴趣, 再者说, 我的身份不适合。 一大米, 净赚一百文, 一万十, 净赚一百万文, 这里拍下的一张期货大米折扣券, 约合八百四十两银子, 是寻瞻五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的。 嘴上说着没兴趣, 寻瞻实际上是没钱, 没砍价小刀, 更没运货的渠道, 哪里是不想赚这笔钱。 可怜寻瞻已经是中高阶文官了, 然而以红卢四少卿管理会同管时, 没什么使团来朝贡, 压根没赚到钱。 而果子剑虽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清水衙门, 但有专门的厅和官吏负责财物, 私业作为副职, 其实根本没机会捞钱。 所以, 寻瞻才会对王景给出的余恒清丽丝, 主事一职, 非常眼馋。 毕竟男儿大丈夫, 既然有了权, 怎么还能让自己过穷苦日子呢? 就在寻瞻心头遗憾的时候, 方才那名姓刘的商人, 却忽然猫着腰来后排找到了他, 一脸谄媚地说道, 方才不晓得寻大人的威名, 是在下失礼了。 而后刘富春却是低声表示, 自己打算跟荆州商人, 一同干这票日本大米的买卖, 并且邀请寻瞻挂个名, 在冠面上帮他们避免些麻烦, 为此, 刘富春愿意支付一笔不菲的冰镜。 这不太好吧? 寻瞻迟疑道, 寻大人放心, 我们绝不会用您的名号来做别的事情的, 只是我们冠面上不认识像您这么大的人物, 总算是我们三生有幸。 寻瞻想了想自己被曹润一顿饭就吃别的荷包, 再想想自己过的日子, 觉得此行纯属意外收获, 倒也不会影响老师的任务, 于是开口低声道, 我不想做一锤子买卖, 除了冰镜, 这些大米我出些银子, 要有我的份。 刘富春与荆州商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似乎有些纠结, 毕竟对方说是出银子, 但只是象征性的, 可最后分钱的时候, 绝对不是象征性的, 然而最终两人还是点头硬承了下来, 并约定好到寻瞻府上拜访, 而寻瞻自以为找到了财路的时候, 关于期货大米, 折扣券的竞拍也愈发激烈了起来, 因为是十张券, 所以拍卖十次, 而这种博弈注定了没人能控制住场面, 有人想先下手围墙, 也有人在等别人先拍前面的, 自己捡后面的便宜, 可惜这两种想法的人多了, 难免会撞到一起挤兑, 随着期货大米折扣圈的数量越来越少, 竞争也愈发激烈了起来, 火药味都有些浓郁了, 而眼瞅着到了最后一张, 寻瞻也有些坐不住了, 五十把砍架小刀, 真是疯了, 明天拍不好吗? 这是谁呀? 看着面生, 应该不是南京本地人士吧, 否则就不敢跟金素公子 叫出这样的高价了, 我认识他, 北面来的晋商, 跟蒙古人应该也有交易, 他既然开口叫出了这样的高价, 看来确实是在必得, 不知道谁能竞争得过他呢? 嘿, 你当王半山是跟你开玩笑的, 周围的人纷纷议论道, 而台上的女主持人也微笑着对那矮胖的男子看了过去, 那男子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神情, 这时他又朝周围看了看, 挑衅般看着其他几人, 被这人挑衅, 另外几人也忍耐不住了, 九十九刀, 王真庆眼皮都不眨一下, 矮胖男子怒目元征, 咬牙切齿地盯着台上的女主持人, 说道, 一百刀, 我出一百刀, 他说完还看了一眼王真庆, 含义不言而喻, 王真庆是朱元璋的外孙不假, 但这晋商也是有背景的, 跟着玉州系的几位侯伯败在了齐国公丘服门下, 手下武装商队, 又跟蒙古人做边赛贸易做得飞起, 属于那种两边吃的类型, 这台上女主持人迟疑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知道台下这些人都是有背景有势力的, 要是惹急了他们, 自己肯定吃醉不起, 这时候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我出一百零八刀, 正是远处的刘富春, 他没有那么多小刀, 但受益他的礼增之友, 听到刘富春喊出的这句话, 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女主持人都愣了愣, 然后一脸惊愕地看向这边, 按照拍卖会的潜规则, 都是坐在二楼和坐在前面的商人势力大, 没想到这个坐在后面的商人也有能耐, 这也未免太豪气了吧, 居然一口价一百零八刀, 这时候有人在王真庆耳边低语了几句, 王真庆点点头, 他娘道, 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那个矮胖男子脸色阴沉地念叨着, 王真庆瞥了他一眼, 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水, 戴然说道, 我倒是觉得没有谁跟谁过不去, 他出一百零八, 你出一百零九, 公平公正啊, 可惜这位晋商手里没有这么多砍价小刀了, 女主持人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就开始报数, 三, 二, 一, 最后一张七折七货日本大米折扣券成交, 很快, 这最后一张折扣券就来到了刘富春手里, 这让周围一干进来参观掌舰室的钟小商人和富裕市民感叹不已,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南京城内万籁俱寂, 宅邸里, 寻瞻正悠哉悠哉地坐在大厅里喝茶, 嗑瓜子, 旁边的桌子旁, 则摆放着几件拿出来的字画, 而在另一侧, 还对着一箱子瓷器, 显然加起来还是有些价值的, 老爷, 您看这些东西怎么处理, 妇人站在寻瞻身边, 低声问道, 先收着, 寻瞻漫不经心地说着, 随即亲手和好, 跟妇人抬到了自家床下, 记得, 若是日后多了, 要分门别类地放好, 别弄混淆了, 妇人还是有些担心, 老爷, 这会不会被御史弹劾呀, 割了草润的寻瞻吃笑一声, 只是不语, 随后寻瞻又摸出几两银子, 塞到夫人手中, 添置些绫罗绸缎, 衣裳够穿吗? 不够就让绫娘再做些, 妇人点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暂时就这样吧, 我还是有点怕, 你先回房睡吧, 我还有事。 寻瞻盯住了大厅外面的月亮门, 过了半晌, 一名徒人跑了进来, 老爷, 外面有人找您。 寻瞻微微眯起了双眼, 他并未询问何事, 静止走出大厅门口, 顺势往院墙方向眺望了一眼, 果真有一辆马车停在那里, 那辆马车的前头挂了灯笼, 将黑暗驱逐掉了一些。 马车上坐着一名男子, 似乎是在闭目养神, 他的打扮颇为朴素, 身上披着厚重的衣袍。 寻瞻吩咐道, 我去去就回。 待寻瞻上车不久后, 那马夫拉动了马匹的缰绳, 马车缓缓驶动。 他的恩师王景正坐在里面。 今天如何? 马车刚行驶没多久, 王景便主动开口发问, 言辞之间很平静。 见了行客给事中草润, 没谈拢, 我还去了拍卖会现场。 寻瞻也是干脆利落, 跃去了自己跟商人做交易的事情后, 把拍卖会现场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讲了一边。 随后, 二人便陷入沉默。 马车继续前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听到了王景略带疲惫的话音。 江星火的应对, 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 说到此处, 他顿了一下,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像是想到了什么糟糕的事情。 所以, 这次我必须争取机会。 您的意思是, 王景睁开眼睛, 望着车帘外, 太祖继日, 我听到一些风声。 恩师, 您想要参与吗? 是。 王景叹息一声, 我也快到智师的年纪了, 若是不能再继一步, 恐怕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如今民间势林的舆论虽然倒向了变法, 但庙堂上毕竟还没有定论, 考成法已经开始在京中, 各不四处不适行, 不说考成的各项标准, 就是那些办事的规矩, 都惹来多少怨愤。 可是陛下已经决意要变法, 何必在乎这些? 你根本不明白。 王景冷哼一声, 显然对这种话极其厌烦, 你以为这是一桩简单的生计, 或者一个职位? 这关系甚至牵扯到整个朝堂的格局, 需要一个新的契机来翻盘, 太祖继日正好可以借礼。 他转头看着窗外, 眸光透露出某种坚毅之色, 唯一的机会了。